請來兄弟姊妹平安 我安 大家同心辛苦 對掌風到今天 還有閉嘴的時間 不簡單 所有兄弟姊妹 所有的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 都有生活上的責任 無論是北部的責任 或是警察的責任 或是公司的責任 每一個人都有一些的責任 有了責任 這個才算人 有了責任 才看見你的路線 那你這個路線 看你生活的領域跟環境 都會受影響 無論在什麼環境 無論是流往中華民國的環境 還是來這裡看到民政府 對台灣人的願望 都是這裡是我們的責任和路線 不過很可惜呢 有時候對整體的我們整個台灣人來看呢 因為不同的族群也不同的文化也會有不同的觀念 無論不同的觀念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到底誰給我們壓制 然後好像有很大的壓制 給我們更大的壓制 那這個壓制呢 會影響人的思緒 人的想法 你們自己的生活 或是自己的生活的背景 或是自己的生活的頭情 都有影響 那今天台灣人呢 會有很多的執迷不悟 那其實這些執迷不悟是 嚴格說來 已經陷入一個違法的生活的生活領域裡面 而且已經陷入自己可能放的陷阱 高沙族很喜歡放陷阱 不論多不同的族群 山上 像我們打樣的 很喜歡放陷阱 山豬也好 山腔也好 高啊 猴子也好 只要在山上碰到高沙族 他也要怕三分 不過在海邊的阿密斯 這個阿密斯不得了了 無論山上也好 或是海邊的生活領域 進水 然後爬山都很厲害 所以阿密斯 各台灣全部地方都有他們的腳踪 其實不是只有在台灣的 在白的國家也有阿密斯 因為他們的適應力很強 所以打棒球也是很強 無論在哪裡 幾乎現在流亡政府的職棒 大部分都是阿密斯 看到他們這樣的生活圈 就會回想到以前 紅葉少棒隊的時候 宜洪開啦 幾個無論 幾個阿密斯 都打得非常好 但是因為到了一段時間 流亡政權呢 流亡政府沒有給他們繼續栽培 沒有繼續栽培 所以有人說 特別是高沙族到 都市 市營北斷的生活的時候 平地生活說 煩啊煩啊 會有一些不同的歧視 那是過去幾十年的生活圈 那這些誰造成的 實際上社會環境造成的 所以有的余洪開 像余洪開所帶動的這個紅葉少棒呢 都長大了 成人了 都在米酒那邊就知迷不悟了 那有時候就破壞自己的身體 連洋船廣也是一樣 本來是很強的運動家 但是到了某一個階段 沒有繼續栽培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的事 所以造成那種壓力呢 會看到說真的沒有希望 活在這個台灣沒有希望 有錢的人當然就討照啊 有錢的人就拿自己的錢 拿別人的錢 你會抓別人的錢 你會抓政府的錢 政府給你開路 多的是討照 有一次我在紐西蘭的時候 看見中國共產黨的共幹孩子 我跟他們聊 聊的時候 我說你們還要不要再回去中國 幹什麼回到中國 中國沒有用了吧 所以他也知道他那種環境 他不會回到中國 很多這樣的壓力 那為什麼 因為這一些會看見法理跟法源 還有他們生活的不正常或是合法 這一些都會活在人民的身上 我們看看 什麼是台灣人 為了這名稱給住在台灣的所有人 產生許多的混淆與爭論 那有時候就不少外來的統治來掌管 來殖民同化我們台灣人 有人說是 哦 四爸你來 從來沒有管自己 但是我們高砂族不是只有四爸年 幾千年經 有人說萬年久 有的一萬多年前來到台灣 但是因為沒有整合 因為那是部落定型的部落主義生活權 所以沒有來往 所以有的是會不同的看法 也不同的爭論 土地上的爭論 還有民族性的爭論 然後一直活到現在 也是一樣 有完問題 繼續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環境裡面 這是一個悲哀 但是這個悲哀呢 不要一直往悲哀的方向來做執迷不悟 那這個執迷不悟的另外的意思是說 你已經把這個目標當做你非得要走 其實已經不是真正的法源 法理 你還是偏偏走 全世界不多 但是中華民國很厲害 我們看看 在所有我們活在台灣的 無論是不同族群的人 其實來到台灣民政府才了解 法源上 在中華民國流亡的法理都可以隨便改 你不同的人也不同的看法 然後做到不同的族群的人也不一樣 所以這些活在這個流亡政府的台灣人是一個 雖然是一個悲哀 但是還好我們有機會透過我們的秘書長 給我們這樣的導引這樣的方向來到民政府 逐漸認識台灣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台灣人 不過有一些我們還是正在學習當中 台灣民政府給我們的路線 在整個能夠突破台灣人的這些受壓制的 這是一個機會 這是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都在 我們都在 都在 創造 我們 新的台灣的歷史 創造 台灣人 高人的歷史 那這個歷史是 有價值 這個價值 可以幫助所有的台灣人 不一樣的 高山祖的人 所以 活在這樣 有時候我們去說明會的時候 談到整個論述 然後 最後談到福利的時候 有的人就誤會了 你們怎麼會用這個福利來誘導台灣人 怎麼會用這個 那麼好的福利制度 這個 這個牛肉端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 會有 那當然 就是因為他們不認識民政府 所以 會懷疑更多 那也是我們今天的責任 那可能你的親朋好友 你的弟兄姐妹 對你不同的批判 對你不同的評論 這個是難免的 不過我們回到 今天台灣人的執迷不悟 就是只有一件事情 中華民國一直用它自己認為 逃亡流亡的人就地合法 已經違反了戰爭法 已經違反了國際法 所以他們以為說 這個就是我代表 我們看看那個在1945年8月15號 日本投降的時候 我滿高興的 蔣介石 派陳宇去接受這個日本的投降 但是日本投降 不是把台灣的整個的所有權 土地權 管理權交給中華民國 但是他們自己認定說 這就是我的 在高砂族的土地 只要二三十年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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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開墾 就是你的 這個是中華民國常常說 只要沒有人登記 然後你先登記 就是你的 所以造成 高砂族在那邊 有時候為了土地在那邊爭論 在那邊生活不愉快 這個都是這個流亡政府造成的 那這一些流亡政府 他用他自己的看法 以為是用開羅宣言 波茨坦宣言 秘書長昨天有講 宣言只不過是一個memo 宣言只不過是一個紀錄 而不是一個條約 所以我們沒有來到民政府上課之前 好像說真的有意思 中華民國已經接受了 然後已經過了將近七十年的歷史 也沒有人反應 大家都這樣度過 不是更好 然後用民主選舉 自認為民主選舉 來改變這個體制 是真的有這樣的會改變嗎 真的可以改變 中華民國的體制嗎 會嗎 這是不行的 所以中華民國用這樣的事情 一直執迷不悟 壓制我們整個台灣人民 好感動 好感動 我們來這裡 收到民政府的訓導 那你也要有信仰 有相信 有信心 對民政府的看法 跟學習和研究 這樣才有希望 那我們看看 在我前幾天聽了 台灣人民政府第一屆法 法理建國學院 那時候建國 現在已經改到 我們是法理學院 他們很確定說 欸 在當時就已經知道說 台灣歷史 不能說是台灣性 因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性 最近2011年 一過十五歲 然後也不能說大陸 也不能說日據 要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所以這個整個的法理論述 一直到今天一路走來 我們都在建築來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讓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進入到國際的問題 要改決這個國際問題 就是要進入到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再念一次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國際地位正常化 才有台灣人 才有出頭天的一天 那當然我們每個人都要靠 我們自己的認知 跟去傳說 去宣傳 所以我們也知道說 原來台灣是美國的佔領權 主要佔領權 那因為中華民國說 我已經佔領了 其實他也不是說我佔領 這個是我的 我佔領權 在世間的小孩 為什麼 常來常去 就是我佔領 你佔領 我吵來吵去 中華民國就是這樣 這不是佔領的 是我佔領的 有幾個民進黨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有幾個牧師的朋友 我是牧師 有時候談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奇怪 牧師是怎麼要參與政治 牧師是怎麼參與 要干涉這個政治 很簡單 你沒有了解政治 就讓政治牽你的鼻子走 你了解政治 你了解狀況 你了解實敵 它的本質 你就有心怎麼去幫助 牧師在教會 都會說 奇怪 牧師沒有在教會 是怎麼搞社會運動 其實 我們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最先是中華民國最怕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因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 獨立性很強 我還沒到民政府了解 我們台灣的監督 和國際化的問題是 我是非常主張台灣獨立的 那我們長老教會也說 因為台灣是一個 本來就是讓自己的人民 來決定自己的監督 這是過去 所以我們衝破中華民國的一些政報警察 不過中華民國政報警察 中華民國也蠻聰明的 我們衝破這個 要抗議遊行 然後到了立法院的時候 幾個政報警察 一看到 都是高殺族的青年 有一個說 牧師 牧師在前面 我的牧師在前面 所以他也藏到後面 那這些碰到的問題 是因為很多不合法 連馬英九也會說 把原住民當作什麼 把你當作人看 那表示他是狗 表示他是狗 豬 那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那當然我們看到這樣的狀況 唯一突破這一些的混淆 就是讓我們進入到台灣民政府 那台灣民政府讓大家的參與 然後你對台灣民政府的期許 然後台灣民政府對你的盼望 合起來來建構台灣的將來 這樣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負起這個律師的使命 我做牧師 在原來是 本來對台灣沒有什麼希望 因為我們看見台灣 我們連族群當中也會被歧視 然後我們到平地讀書 三四十年前的時候也被歧視 煩啊煩啊煩啊 特別是我們在那個 我在四十多年前 在大湖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 真可憐 我個人自己回顧我那時候 很奇怪 不會讀書怎麼還跑到大湖讀書 我也是保送的 但是 那時候 中文 中文 聽不是很清楚 那現在我慢慢知道說 中文是什麼意思 你看 長了六十多歲 才慢慢知道 在十多歲 讀大湖初中的時候 就是因為 不了解 客家人 也不了解 台灣人 還有 還有 還有不同的族群 還有不同的 原來阿密斯 台灣都有啊 那我有一個 外生 等於算孫 他的 外阿嬤是 外祖母是 台灣族的 他第一次到台灣 他跟我 我 我 我子兒 就等於他爸爸 爸爸爸爸 怎麼都是黑人 這樣 因為台灣族都是黑 在屏東那邊黑 那我們 打樣在苗栗那邊 是皮膚比較白 所以 怎麼都是黑人 那個 就是直接講他們的感受 那我在大湖也是這樣 好像說煩啊煩啊 然後坐在 坐在當中 讀書 也不會讀書 然後好像感覺到 奇怪我到底是不是 來到這邊幹嘛 也被欺負 也被罵 然後 到大湖的時候 沒有米的時候 就睡一天 然後沒有飯 沒有菜的時候 用飯 用醬油 來放在飯 這樣度過 一兩個月 他們一看到說 這個山地人 怎麼那麼可憐 所以 有時候會 回顧那以前的生活 真的是 不可惜 不過這是好的一個經驗 那好的經驗 就表示說 原來不同的環境 因為不能強迫 爸爸媽媽有錢 也不能強迫我們 勾沙做靠五集 也不能強迫我們各族群說 每次都有錢 所以 因為環境造成 然後 也沒有好的收入 在山上都靠天 有工作 才有賺錢 下大雨了 或者是臨時工 沒有的時候 就沒有 就跑到山上去抓山豬 抓山豬的時候 環保又在罵 然後 國民黨又在 又在罵我們說 這個是環保的 然後又被抓 奇怪 山上的 自己以前的生活 國民黨還沒有進來的時候 悠哉悠哉 什麼地方都可以去 但是國民黨 這個環保 這個是保育 這個木頭是保育 漂流木也跟著 漂過來的時候 不能拿 不然的話觸犯 森林法 奇怪 那個漂流木 本來是漂流木 這樣颱風 風太來的時候 應該沒有 那樣的矯正 沒有那樣的矯正 沒有被鋸 後來跑到山 跑到山底下 我們河 河邊的時候 哇 黑道了 官山勾結 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幾個 當然我沒有去了 我弟弟還有幾個 我們表弟 三更半夜 去拿這個漂流木 但是黑道 早就已經在那邊 實彈了 真的好像把高山主 高山主 當作敵人來看 整個 然後那個漂流木 怎麼那麼 一劫一劫 怎麼這樣嘟嘟好 已經去好的 奇怪 對山頂是怎樣 自己去洗啊 原來難怪很多人說 山老鼠 早在山上 他們就已經撿好了 藏在這個河邊旁邊 颱風一來 呜 下來 誰去哪 黑道跟政府官員 他們已經關上勾結 特別是苗栗縣很厲害 所以談到這樣的問題 然後再回顧現在 然後再看我們現在的狀況 所以這些原來給我們更大的一個混淆 這個混淆 然後就以為說這個是好的 這個是好的 這些就是挖路 這些就是不亡 結果晚來都被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沒有按照國際法 把舊金商和平條約 行 然後造成說只有中國 只有中華民國才算 所以一直把這樣的事情壓制 壓在我們頭上 所以我說還好 我們今天來到台灣民政府 就是能夠有這樣的契機 但是台灣人呢 有不同的看法 台灣人說是 在 有五種的不同人群 第一種是 我是台灣人 但是不管政治 因為政治太黑了 第二種是 我是台灣人 我的政府是中華民國 他養育我 他養育我 就如父母親一樣 從小跟我養育長大 那甚至到大學出國留學 那有的是拿到中山獎學金 難怪秘書長說 哈佛大學只有一個沒有考上美國的律師 業名叫做 您知道 好這些說 公教人員說 為什麼要干涉政府呢 政府不是帶領我們嗎 給我們那麼好的福利 我也是奔土台灣人 第三種是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周先對中國來 所以說怎麼可以 因為以後的大中國 可以勝過美國 可以抗拒任何的國家 中國現在有錢 現在很強 但是中國的內陸更貧困 比我們高砂族的還要更窮困 更可悲 因為我們有幾個牧師進入到內地 傳福音的時候 然後他們自己已經受影響 連那個臉盆 洗過腳的臉盆 當作湯來放湯 第二天就來喝湯 所以有幾個身體不好的牧師 然後回到台灣 然後回到台灣 我奧班門家去 真的有用嗎 真的 那裡面呢 我還告訴我們有一個女牧師 女牧師做了十個小時 她自己親自 我們 我也參加嘛 十個小時 我們做十個小時 結果在中午的時候 我們就在一個鄉下那邊停車 那在那邊休息 等於說吃個便餐 我要去上一號嘛 結果 我那個女牧師說 呀呼呀呼 等一下 你先去 我等一下再來 我說好 我先去 原來隔壁是女的嘛 她一進去 馬上出來 她不敢 本來是已經要準備 要上洗手間 她忍耐到晚上才上洗手間 因為中午那時候 一大片都是一坨一坨的 哇 不敢去這樣 欸 真的喔 欸 真的喔 好 那第四種說 我是台灣人 是主管獨立的國家 我們本來就是靠民族選舉 以後可以引回政權 不必靠中國 因為台灣本來不屬於中國 有一天 人站起來 人民站起來 附著民主的選舉 以前三四年前也是參國總統的選舉 哇 我們台灣人團結這樣好不好 好啊 哇 哇 繼續算 剛好是七八年前 阿比第二連任嘛 第一次連任 等於說算連任了 哇 阿比是我們台灣人 奔土台灣人 這樣加油 算到阿比這樣好不好 哇 哇 大聲 再拍拍手 真的有的感動 感動到落馬賽 連那個夏野 我們幾個牧師也為他去助政 去走算 鄭國中牧師也是一樣 鄭國中牧師也算台獨 現在 那我們也為他選舉 奇怪 但是這些沒有話講 這個本來就是個人自己的自由 但是 真正有一天有出頭天 民進黨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來 可以改變中華民國 難怪阿比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我做不夠就是做不夠 我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 哇 後來我們不知道 奇怪是怎麼不可以做 是奇怪是不可以做 就是說 中華民國不可以改變台灣共和國 是怎麼不可以做 我不知道 直到我來這裡 民政府收婚的時候 才知道 秘書長就跟我們講 我 萬來娘氣 萬來這樣 秘書長怎麼講 說 阿比啊 我一看 阿比不是宣誓嗎 我是中華民國第幾任總統 宣誓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我要實現中華民國憲法 奇怪 中華民國憲法 裡面有台灣這個名嗎 有嗎 你們什麼時候才知道 五年前 十年前 來這邊 來這邊才知道 來 我們鼓勵自己了 拍手拍手 太多我們真的內幕不知道 原來阿比啊說 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 我做不夠就做不夠 我講台語只有這一句話比較順 原來 第四說 以上違背誓約 104條在等他 是什麼 西樓死刑一條 中華民國的104條是 你違背中華民國總統就是誓約的實路一條 當然了才知道說 我沒當做就是沒當做 我做不夠就是做不夠 然後台語還說 你們在那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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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台語的威 所以才知道說 原來有這樣的原因 但是第五種說 這就是好像我們聽到什麼黨了 我是台灣人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有主管獨立的國家 以後聯合國不會拋棄我們 有好幾次我們去加入聯合國的宣打團 我也有參加 參加一次 我們那時候 高三族在那邊跳舞 碰巧來 還有碰巧來 哇 阿米斯唱得很 有幾個阿米斯 你可以唱一下 跳舞一下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加進聯合國 原來我們像那個建築物 在那邊發聲 不是聯合國的人 我們是為了 在周圍那邊跳舞唱歌 那是針對誰講 不是聯合國的主要秘書長 不是 是對建築物說 加進聯合國 加進聯合國 奇怪 對蒼蠅講話 好 那這些都是 那以上五種呢 其實我們秘書長也常常講說 一隻蒼蠅飛來飛去 以為可以飛到外面 每次飛出去都碰到 一看 這個 因為沒有蒼蠅 那也是砰掉 飛來飛去 那邊有亮晶晶 一看砰還是回來 怕不到房間 我們高山主 高山主是 怕不到山路 那山路 會迷路 所以還好 高山主的年輕人不簡單 每次什麼消防隊要去救登山的人 買路的時候 或是掉到仙海峭壁的時候 誰去救非常危險的地帶 高山主 高山主 好不甘當 我們也為高山主青年來拍攝拍攝一下 真的耶 我在司馬庫斯 新竹五風鄉 當司馬庫斯 我在那邊照顧一間司馬庫斯教會 將近四年半 有一次掉下去 然後消防隊 或是救難員 一直到山谷 沒有人敢進去 還是我們司馬庫斯的高山主 高山主 十五年輕人下去 背上來 屍體 背上來 那時候我在場 所以 還好 我們有台灣人 奔透台灣人 裡面 還有我們 不同的學生 讓人 也是一樣 有奔透台灣人的良心和善心 我們為我們自己奔透台灣人來拍攝一下 這樣 肯定咖基 有信心 好 那其他的 我們看看 聖經有一句話說 上帝啊 你已經向你的弟施恩 求你使我們得見你的慈愛 又將你的救恩賜給我們 因為他必應許賜平安 給他的百姓 就是他的聖民 也不可轉向愚昧 所以慈愛和平都彼此相遇 一起生活 這也是我們對台灣民政府的一個期待 當然也是靠大家 我們用慈愛 仁愛 公義 來實現在我們台灣的本土裡面 這也是我們更大的使命 這個相片沒有了 相片不見了 這個相片是因為 15號這個 6月15號 吳伯雄跟那個習近平不是在談這個 兩個地方要互相設辦事處嗎 奇怪好像是他們 他們家自己的事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這些就是因為碰到整個 無論是這個 這個 沒辦法上去了 剛剛講的阿彬也在這邊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最重要的是讓台灣進入到國際化 然後我們非常清楚台灣是美國的主要佔領全國 而且我們向美國做秘書長說人權的抗議 從2006年10月24號抗議 一直到2009年3年的訴訟當中 將近二十多次的 無論從地方法院高等法院這樣訴訟 最後就判決了五個要件 讓我們再複習一次 五次判決 第一個是高等法院判決國務院 在國務院裡面 在他們放棄2009年4月的時候 他們放棄抗辯權 國務院放棄抗辯權 表示所訴訟的是屬實 而且我已經 他只不過是沒有講說我認輸了 他說放棄抗辯權 就是我真的只有你的才對 那這樣的狀況呢 我們知道第一個判決是 我們一起回顧一下 好 我們來看這個前面 第一個是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 第二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 生人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灣人活在政治煉獄者 好 第四 好 台灣仍然在美國占領中 雖然中華民國是在佔領 是受美國的委託而已 所以 他是次要的 主要的佔領權 也是在美國 好 最後 美國行政單位 應該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們有沒有發現 真的在幫助我們 除了中華民國的這個國徽 黨徽 這個佳領白 已經沒有 然後司令部也已經除消以後 那現在還有什麼可以跟我們 你們有沒有聽過 在新竹縣五峰鄉 樂山基地 樂山基地 那個是滿大的一個 反飛彈基地 我後面有一個五峰鄉的人 他的先生也曾經在那邊守衛過 來看 原來都是 都是美國人在那邊 實際上 莎因斯密書長說 有24個美軍在那邊掌控 那還有 在內湖那邊 至少應該是到年底會做好 將近七甲 七甲的 這個是樂山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 上面美國旗 他們真的有看到 然後 那個內湖那邊 美國租 我們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個內湖是 多少 你知道軟軟的時間 有上過課的就知道 九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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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全世界 美國 這 有三個國家 三個地方 一個是古巴 一個是 琉球 第三個是 我們內湖 這都是 九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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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於說去長久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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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喜歡台灣獨立的 還要花費那麼多錢 還要國防預算 你們在國防預算 流亡政府的國防預算 你們知道嗎 有 當過兵的知道嗎 其實也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當過兵 也沒有 也沒有了解這個 到底多少錢 沒有了解 沒有了解 有沒有聽過 秘書長有講過 三千多億 加兩千多億的外交 所以國防預算跟外交 算起來 至少有五千多億 那這個五千多億 中華民國是什麼 他是違法的呢 他是違法的呢 他怎麼違法 這個五千多億是 明呢 你們知道嗎 明的呢 沒有 不是人民 明白的明 看得到的 可以看到的 表示中華民國喜歡 暗的 哇 奇怪 難怪黑暗都交流 黑暗交流 哇 台灣人是在鼻哀 但是沒關係 已經快了 明政府已經快了 在這個一兩年 就可以看見這個 黑暗的 將要慢慢消失 啊 你看真的是 連山上的那個土地啊 預算是這樣啊 明的呢 還有暗的呢 那北的 都有啊 明嘛 有 最佳預算 最佳 最佳預算 甚至比 原來的預算 還要多 喔 你也知道喔 哇 不簡單 所以 都在違法 大大小小違法 所以難怪 在小學的時候 也會一直在違法 好 這個是剛剛的那個 吳伯雄跟習近平的 所以我們 真正看見 台 美國 都一直在保護我們台灣 不是只有佔領 也都在幫助我們 你看幫助我們的時候 執政的時候 安全設施 陸海空 都是美國的 幫助我們 我們不必 預算 這個國防預算 讓美國自己去預算 所以把這五六千億 大概 是不是達到七八千億 我不曉得 那把這個 好好放在社會福利 就對了啦 就對了啦 這樣無怪 畢書店說 好 對 小學 到大學 聯會 FREE 就是這樣 比較快喔 所以 這也是我們 一個期待 也是我們實踐的信心 那 在整個的 現在 比較 模糊 要弄清楚 模糊的一點是 台灣人 自己也要知道 法源的路線 那誰要去告訴 這一批的 整個的工作 還有我們台灣人 其他不知道的 這都是 都要靠我們在座的弟兄姊妹 那雖然不一定會聽得懂 不一定會接納 但是為了愛他 或者是你自己家人 當然不必跟他辯論 不必跟他 在為了這些 頭破血流 有一次在去年 阿米斯特 哇阿米斯厲害耶 那幾個他們在討論這個 他們一面在吃點心 那剛好就談論這個民政府 有一個他自己的最好的朋友 反對喔 反對到什麼程度呢 一直把那個燙 最燙的湯 撥到這個我們同心的臉 嚴重到這種地步耶 所以有秘書長有去安慰他 那這個臉都可能已經慢慢好了 你看像這樣的事情 秘書長說不必跟他們辯論 因為現在好像是青蘋果一樣 等到紅蘋果一到的時候 你不必講他自然就會來 不過還是我們也要繼續做這樣的工作 那在流亡政權呢 幾乎把這個戰爭法的真正的兩個方式 兩個條件都把暗卡 因為在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然後流亡政府不可就地合法 所以我跟幾個高砂主談說 奇怪 你們還是相信中華民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整個這樣的違法 那你怎麼 你們有能力可以去推翻嗎 不是我們推翻 不要那麼嚴重了 不過自然 達到美國給我們的要求 自然他就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到那個平坦去 在那裡暗卡 繼續暗卡 然後進門馬祖 然後 像逃亡的人 然後來到你的家 過了幾年 以後變成他成為 也跟你的土地權來爭論 然後決定你的土地 這樣合理嗎 不然就不合理啊 你看 逃難的人 然後來到那邊 救命 為了他 你也差一點犧牲生命 結果幫助他 結果到了五六十年 變成豬狼了 然後來決定你的房子 和土地的所有權 這樣合理嗎 沒有合理啊 所以 所以 像這樣的狀況 馬上當作就地合法 這就是 暗卡 的習慣性 所以他沒有把這個事情 講得清楚 而且 越鬧越大 要跟中國一起 來 是不是消滅 奔透台灣人 也說不定 好 那 我們談到 用民主選舉 等於是延續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壽命 所以我們不能參與 也不能配合 中華民國的 選舉制度 這也是讓我們 再重新 提醒自己 那高砂祖呢 我這邊講一下 為什麼 我們為了原住民 從 藩人 三地人 三地三包 變成三地四包 三地五包 然後變成 平地 三地人 三地 三地原住民 然後平地原住民 那麼多名堂啊 然後意思是他說原住民 有一個平地人告訴我們說 不要啦 都一樣啦 三地人 夠三足 夠反那 他沒有講反那 他可能不好意思 說原住民 又新住民 又先住民 這樣好啊 你們先住民 因為你們先到台灣 所以叫做先住民 有一個高砂祖的大學生 什麼 什麼先住民 先住民是死去的 這樣啊 真的嗎 對齁 啊 不好意思 他說對不起 抱歉 真的為了這樣的事情 我們花了幾年 將近十年十一年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才接納我們原住民這個名稱 本來也很高興啊 本來也很高興啊 我們也為了這個正民運動啊 在那邊爭取 然後 連那個 黃無土地 1988年也是一樣 到去抗議 那本來說黃無土地 大家都高興啊 結果有的高砂祖很頑皮的說 有的人說黃無土地 黃無土地 那個高砂祖有一個說 黃無太太 黃無太太 奇怪 怎麼會黃無太太 原來 已經跟人跑了 奇怪 在身份認同 傳統領域 都知道說 這不能創改的歷史 但是問題是 就是被流亡政府創改 就是被流亡政府壓制 那 像土地方面 母役教育方面 這些都是 整個 都被流亡政府 壓制到 所以 我住民高砂祖 高砂祖的土地是什麼 保留地 你們平地有沒有保留地 有沒有 保留地 保留地 我是聽到是沒有 你說很少 剛才五 那個是 那個是 沼澤的保留地 那個是河川 但是 在山上 很多都是保留地 大部分 本來是 我們看的那個 像慘一樣 不是嗎 滿清政府交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不是只剩下六個 綑藤區嗎 那個慘 結果四分之三 右邊都是高砂祖 他們不知道 你看 你看 將近四分之三的 整個台灣的土地 那將近一半以上 都是保留地 高砂祖 那個保留地 不是我們 高砂祖 自己的土地 這些是金比埃 誰的 高家來的 這個就是沒有 就是常常違法 暗扛的人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後 這個阿密斯多這邊也是 已經有了解 黃歐土地的重要性 好 不過沒有用 沒關係 有台灣民政府 好嗎 他們沒有用 但是台灣民政府 公開 大勝利 大打 打 打什麼 打拼 這樣好不好 我們參考聖經的一句話 只要行公義 好憐憫存千輩的心 與你的上帝同行 這個上帝是 整個萬物的上帝 不管你相信什麼 一樣都 把公義 心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謝謝 這樣 讓你們辛苦 請客氣